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下面我们就可以把无差曲线和预算线集合起来 来分析消费者如何做出X和Y这两种商品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以音乐唱片和美式为例 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里面显示了消费者从音乐唱片和美式中获得了满足 这种满足带给他的对商品的各种各样的偏好 我们用无差曲线来描述 I1 I2 I3 力远点越远 它的满足程度是越大的 从目的而言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消费者的欲望是无穷的 是无厌的 希望拥有的商品越多越好 所以显然 让消费者做出选择的时候 希望在消费点处在力远点 尽可能远的无差曲线上面 那么在我们所绘制的这三条无差曲线里面 他希望在I3的无差曲线上面消费 但问题是因为稀缺性 它的收入是既定的 或者说它能够做出的在CD和美式之间进行消费的预算开支是既定的 同时这两种商品都是有价格的 不是免费使用的 这意味着它要受到收入和价格的约束 它的消费数量不一定能够满足它在CD上消费 它必须在预算线上面的选一点来进行消费 例如A点 E点 B点 或者预算线上的任何其他点 都是它力所能及的支付得起的购买量 一方面 它希望令原点越远越好 那另外一方面 它又只能在预算线上面选择一点来进行消费 那么最好的消费是什么呢 最优决策又是什么呢 显然 根据我们前面理解到的预算线的性质和无差曲线的性质 预算线是直线 无差曲线是弯曲的偷向远点的平滑的线 所以这两条线一定会有一个切点 而且切点只有一个 那么从这个切点可以看到 消费者的最优决策应该是在切点一点上消费 也就是说购买两张cd唱片 购买十份美食 把这两种商品搭配在一起来进行消费 如果这样消费的话 那么它的满足它的效应就是最大的 它并没有更多的消费音乐唱片 也没有更多的消费美食 而是两种商品各消费一些 其实我们想想看 这已经反映了我们日常消费中的一些习惯 我们希望各种商品搭配着消费 例如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希望景点要好看 希望交通工具要舒适 还希望了有更多的美食 利用无差曲线和预算线 我们可以说明各种各样的偏好的人 他们的消费习惯是什么样的 例如我们看一下 音乐和美食之间的选择 假设有两类消费者 一类是产业工人 另外一类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显然他们两人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对产业工人而言 相对于美食 他对音乐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他更对美食感兴趣 所以产业工人的无差曲线 是一个非常平缓的曲线 可以有无数条 而对音乐学院的学生来说 相对于美食而言 他对音乐更感兴趣 所以他的无差曲线 是一个比较陡峭的曲线 用L来表示 他的无差曲线 也会有无数条 如果我们应用刚才的理论来分析 产业工人怎么做做消费决策 音乐学院的学生 怎么做消费决策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对于产业工人而言 他希望消费的美食 更多一些 音乐少一些 极端而言 就是在主上角消费 在没有音乐背景下 去享用美食 但是对音乐学院的学生而言 他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他的收入有限的话 朗中羞涩的话 他可能会饿着肚子 去欣赏音乐 是在靠右下方的部分来消费 在刚才的分析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 消费者的目的 当然是效应最大 要想实现效应最大 有一个条件 无差曲线和预算线相切 而这个相切的切点 或者这个相切的条件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方式来描述 这个方式就是 边基替代率和相对价格之比相等 或者说两种商品的边基效有和价格之比 应该相等 看一下为什么 既然是在7点上消费 这就意味着 在这个7点1点的位置 无差曲线在这点的协力 必须等于预算线的协力 那我们知道 无差曲线的协力是MRSXY 用XTY的边基带率 因为在线的协力是什么呢 是相对价格 是XXY的价格之比 它的负质 所以说 要想实现最大满足 消费者必须把 两种上面的购买量 保证它能够实现 边基替代率和价格之比相等 同样的 边基替代率和价格之比相等 还可以表述为 XX的边基效用和价格之比 等于Y的边基效用和价格之比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边基替代率 用XTY的边基替代率 MRSXY 它又等于负的MUX除以MUY 也就是说边基替代率 等于两种商品的边基效用之比的负质 我们把它带到第一个条件里面去 再调整一下 就可以得到边基效用和价格之比 应该相等 到现在为止 我们学习了很多非常陌生 非常新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些概念 再回顾一下 边基替代率 用XTY的边基替代率 它的含义是 无差以曲线的协议率 也是指消费者愿意接受的 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相对价格 X和Y的价格比 它的负质 这是一个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 也是指消费者在现有市场条件下 能够实现的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边基效用MU 它是指每增加一单位 某种商品的消费量带来的效用增量 MUX除以PX 这也是边基效用 但是注意 这种边基效用和MUX的边基效用 在侧头单位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买一张唱片 新购买一张唱片 带给我们的效用是40个单位 而唱片的价格是20块钱的话 这就意味着 我每增加一张唱片的购买量 我花20块钱 但是它带给我的效用是40个单位 40除以20 相当于我每都花一块钱 在唱片上面 带给我的效用是两个单位 所以说MUX除以PX 还是唱片的边基效用 但是它是指每增加一块钱 花在唱片上面带来的效用增量 而MUX是指 每多消费一张唱片 每多新唱一张音乐CD 带给我们的效用增量是什么 MUX MUX除以PX 都是边基效用 只是侧度单位不一样 那么利用这些概念 边基替代率 相对价格 边基效用 和另外一种边基效用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 为什么必须满足 前面我们说到的条件 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必须满足 边基替代率 和价格之比的负值 应该相等 只有满足这个条件 消费者的效用 才是最大的 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结构 才是一个最优消费结构 我们只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点 如果这个条件没有被满足 我们的效用 还有没有可能增加 第二点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了 我们的效用 还有没有可能增加 我们用这个表来说明 会更为直观 更为形象也行 如果说边基替代率 和相对价格不等的话 其中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 边基替代率的绝对值 小于相对价格的绝对值 边基替代率为四 相对价格的绝对值为六 这就意味着 消费者愿意用一张唱片 换四分美食 但是实际上 市场上允许用一张唱片 换六分美食 那这个时候效应 是不是最大的呢 不是最大的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唱片和美食之间的 消费结构来增加效用 想想看 应该怎么改变呢 减少唱片的消费量 增加美食的消费量 少消费一张唱片 我可以增加六分美食 但是根据边基替代率的含义 我只需要增加四分美食 我的总效用就是不变的了 边基替代率和价格 不相等的另外一种情形 正好相反 边基替代率 绝对是还是等于是 但是相对价格的绝对值 因为市场条件的变化 相较为三 边基替代率大于相对价格 这就是说 消费者还是愿意用一张唱片换四分美食 或者反过来说 用四分美食换一张唱片 但是市场允许你实现的是 用一张唱片换三分美食 或者用三分美食换一张唱片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的效率是不是最大的呢 同样不是最大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唱片和美食之间的消费结构来增加效用 再想想看 应该怎么改变 显然 我们通过减少美食的消费量 增加唱片的消费量来做到 如果减少美食的消费量 只需要减少三分 我就可以换一张唱片 但是根据编辑替代率 我们愿意减少四分美食来换一张唱片 实际上在市场上我们只需要减少三分 所以效用仍然是增加的 第二点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了 也就是最下面一行 编辑替代率和相对价格都得一四 当然都是绝对一四 这个时候我们的效用是不是最大的呢 我们还能不能够改变消费结构来增加效用呢 看一下这个数字 根本就不可能再增加效用 所以从这个表里面我们看到 当条件不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增加效用 当条件满足了的时候 我们的效用不管怎么改变消费结构 不可能再增加 所以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只有当我们满足 编辑替代率和相对价格相等 当然都是指绝对值 这个时候我们的效用和满足才是最大的 再看一下 消费者最大满足最有选择的第二个条件 也就是消费者最有选择条件的第二种形式 两种商品的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相等 这个公式 X的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等于Y的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 为什么要满足这个条件呢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理解 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 是花在每个商品上面的最后一块钱 或者是多花的一块钱带来的效用增量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概念还有更直观的理解 MU是X的编辑效用 带给我们的满足 带给我们的各种这样的效用 X是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满足而支付的成本 支付的代价 所以实际上它相当于我们经常所受到的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买双米的时候 我们要比较一下买层中心的房屋还是交集的房屋 我们关注的是性价比 买什么样的小汽车关注它的性价比 不仅仅只要看它的价格 还有看它的性能 其实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就是性价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两种商品的性价比相同 那我没有必要来改变性价格结构 如果两种商品的性价比不同 比方说花在唱片上的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 大于花在美食上的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 唱片的性价比大于美食的性价比 那显然我们要增加唱片的购买量和消费量 减少美食的购买量和消费量 这样我们可以增加满足增加效用 所以必须满足两种商品的编辑效用和价格值比相等 才能够实现最大效用 我们的消费角色才是最优的 也就是要实现所有商品在购买的时候 性价比相当 高达孔克勒浅相应该接受 高达孔克勒浅舒 您好 梦 感谢观看